国际信贫机构会与Fitch集团旗下机构指出 2023年全球稻米产量恐出现20年来最大短缺导致价格上扬 将影响于35亿稻米实用人口 特别是占全球稻米消费九成的亚太地区 美国CNBC新闻网报道 会与旗下会与解决方案 Fitch Solutions大宗商品分析师哈特·Charles Hart说 整体而言全球稻米短缺的显著冲击一线 目前米价已然处于10年来最高 惠玉4日最新一期国家风险与产业研究 Country Rates Industry Research报告显示 当前的高米价情况预计会持续到2024年 根据惠玉的报告指出 2023年到目前为止的国际米价为美工单Quart 约合45.4公斤17.3美元 约新台币528元 得等到2024年以后才可能降至美工单14.5美元 哈特说 有件稻米是诸多亚洲市场的主食类商品 价格是食品安全的主要决定因素 尤其对最贫困的家庭而言 报告预测2022到2023年季度 全球稻米缺口达870万吨 是2003到2004年以来最大短缺 当年全球稻米短缺达1860万吨 全球稻米供应短缺的主因包含欧乌战争持续 中国和巴基斯坦等稻米产国遭遇恶劣天后 世界最大稻米生产国的中国 去年7月之后 大片农田受下级强降雨和洪水冲击 农业分析公司Grow Intelligence的数据显示 中国主要水稻产区的广西和广东 当时累计降雨量达20年来次高 占全球稻米交易量7.6%的巴基斯坦 也因去年严重洪灾 年产量下降31% 哈特说除供应吃井外 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 其他主要股物价格飙升 让稻米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品 推升需求量导致价格上扬 印度去年9月禁止碎米出口 哈特认为这也是造成冲击的一大因素 主要业务涉及全球粮食与农业的 荷兰合作银行Robobank集团 旗下高级分析师泰卡拉·奥斯克尔·扎克莱也表示 美国和欧盟等其他国家稻米产量 较去年同期下降 同为造成短缺的原因之一 全球米市要到下半年 即进入2024年之后 才会逐渐回到平衡 Grow Intelligence高级研究分析师 高弗瑞·凯利·高利·高利表示 许多国家被迫减少国内库存 稻米短缺受害最大的都是 以饱受国内食品价格高涨之苦者 像是巴基斯坦 土耳其 叙利亚和一些非洲国家 中央社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小费